在遇见他之前 我从未想过可以与一个人生死于共 在遇见他之后 我从未想过与其他人共同 电视剧《长歌行》正在热播 在之前的剧情中 长歌与阿笋的爱情来到了分道扬镳的绝情时刻 长歌一度认为阿笋恨上了自己 似乎不敢再与他相认了 可说到阿笋 这个大猪梯子很快后悔 发誓就算天涯海角也要再度找到长歌 此后 长歌与阿笋洛阳城多次擦肩而过 终于再好都追杀长歌的危难关头 阿笋一把将他拉开 把人大街上奔逃的画面莫名高田 可是话又说回来 此时的长歌还是有点心虚的 甚至都不敢跟阿笋有眼神交流 夜晚 长歌故作冷淡地向阿笋表示 我们俩的是可以晚点再谈 这话说得阿笋无比着急 早上长歌更出门 阿笋立马拉住他霸道宣言 长歌你别想跟我两亲 你见我的这永远都还不晚 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 听罢长歌也不再掩饰 甜美一向摸了摸阿笋的脸庞 故事的最后 长歌阿笋拉钩定终身 这画面要多美有多美 希望二人赶紧原地结婚才好 这些人赶紧原地结婚才能说 我只能看到阿笋的脸庞 因此你也可以把阿笋的脸庞 看一对那种脸庞